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是一个tutorial video 那我相信大部分在看我影片的你们呢 应该大多数都是小白 就是在trading这个领域算是一个小白 所以你们很可能跟我一开始trad的时候一样 一直到处去寻找着那一个最好用的indicator 最好是那个indicator百发百中 能够让你赚一个100万 200万 300万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我相信我今天教的这个indicator 大部分的人都应该都听说过 而且有可能都学过 但是就是没有去实践 没有去把它用出来 没有把它的精髓用出来 这个indicator看似很简单 它确实是很简单啦 但它真的真的非常实用 就连是交易大神或者是交易高手们 都会用的一个很简单 但是却是非常实用的indicator 那就是support and resistance 支撑与阻力 那这个indicator呢我觉得非常简单 你们如果现在学了的话 可以现学现用 可以马上分析找机会进场 那现在呢先给大家看这个support and resistance 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这边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地板跟天花板的这个概念 你可以把support想象成地板 这边是它的地板 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板是有 是有弹簧的 这个地板是有弹簧的 你可以看到它 价格一来到这边 下去地板 地板就有弹簧 然后把它弹上去 到天花板 那天花板呢 它如果这个天花板成立的话 它也是有另外一个 方向的那个弹簧 OK 你看这个价格 从这里弹上去resistance 然后resistance成立了 它就把这个价格 又再弹下来support 那这个地板 依旧还是强势的话 它还是会act成一个弹簧 然后把这个价格 弹回上去resistance多一次 然后价格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来回盘整 直到哪里方没有力了 它就会突破 然后进行一个break out 然后往上走 又或者是往下走 要看哪里方没有力 如果是resistance没有力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resistance没有力了之后 它就往上突破 然后进行一个回踩 然后再继续的前往下一个resistance 那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你get到了吗 ok get到啊 get到我们就去下一个了啊 那在开始画之前 我要跟大家介绍四个条件 那这个四个条件呢 它不一定要完全满足完 它满足越多呢 就代表这个support resistance越强 那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四个条件 第一点就是接触次数 就比如说这个是support ok 那这个价格来到这里 然后动了一次弹 动了两次弹 动了第三次弹 这个就是它的接触次数 ok 第二点有着强烈反应 ok 那就是如果这个是support 价格一来到这里 一动到就马上反弹 动到就马上反弹 这个就叫做有着强烈的反应 ok 那显而易见一眼就能看到 那其实第一点和第三点是有关联的 那就是如果你会接触次数多的话 那很明显我把support拿掉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很明显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它很多个点都停留在同一个位置上的时候 你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那里就是一个支撑点 那第四点是做过支撑也做过阻力 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一条 它做过阻力 然后它也做过支撑点 这个就是第四点 做过支撑也做过阻力点 ok 那介绍完了过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进入正题 开始画图啦 如果你用的跟我一样是trading view的话 先可以去左边这一边 然后打开你的这个horizontal line ok 那在开始画之前呢 很多人可能就会问 andrew 既然通常你画support resistance 就画在什么time frame ok so什么time frame呢 是很多新手小白 会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 他们懂这个indicator也懂怎样去画 但是就是不知道要画在什么time frame 应该关注在什么time frame 那你要画在什么time frame 跟你是一个怎样的trader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scalper 做短线操作 非常超短线的那种 那你肯定是画在你的15分钟 或者是你的5分钟图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day trader 一天里面的交易者 那可能你就画在一个小时 或者是半个小时的图里面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midterm trader 可能你是一个swing trader 就是你交易的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 那可能你画的就是在2个小时 3个小时4个小时 甚至去到6个小时 或者是一天的图里面 那我本身是一个midterm trader 我觉得我会比较关注的图是天图 4个小时图 和有1个小时图 这三个图 ok 那我们就从天图开始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29800 它动到一次 两次 三次 ok so这里就是一个支撑点 可以看到吗 这里就是一个支撑点 ok 那这个第一个条件就已经成立了 接触过6次 6次算是很强的一个支撑阻力点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一个 那这个是一个阻力点 看到吗 这里动一次 然后这里两次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非常的漂亮 这里成为一个支撑点 ok 可以看到这里动到一次 然后动到两次 三次 四次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很漂亮的成为一个支撑点 可以看到吗 所以这里又成立了第四个条件 就是做过支撑也做过阻力点 那在这个前高这里 这个也是一个阻力点 这里还是突破不到 那这里突破不到 这里也是一个阻力点 这里算是勉强support住 它是一个假突破 然后继续往上 ok 所以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看到吗 这里有支撑住五次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问 在中文你不要画在这边 不要画在这边 哦 不要画在这边 其实要画是可以画的 但是我本身是比较不喜欢太多线 就是我只是要看几个关键的那个support and resistance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support and resistance是没有一个100%的答案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support and resistance 那个准确性就要依靠你自己的回撤 那你自己才知道它到底这个support and resistance到底是成立的还是不成立的 那对我来讲这个天图这样四条线对我来讲就很好 因为它已经可以看了 刚才我就已经有帮你验证了它的准确性 这里看到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比较喜欢去关注这些关键点 比较关键的我不喜欢画到多多条线 那画完了我们的天图接下来我们看四个小时图 那四个小时图里面有没有什么关键的价位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呢 看到这边 这里就有一个 我把它换另外一个颜色你比较容易看 OK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接触次数是非常的多的 多到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数它到底动过几次 所以这个呢 你就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很强的一个support resistance 这里价格长久不能突破 然后在这里也是盘整了不很久才突破 跌回下来的时候 在下一次重新挑战的时候也是卡在这里了很久 挑战了两次然后才下去 那基本上四个小时图我本身是没有什么画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样 support resistance这个indicator我喜欢 Keep it simple and easy 就是就算你只给我这个天图的这个四条线吧 我都觉得很够用了 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我才会去画四个小时 那就是我觉得很像这种 哇非常关键的这种价位 你看它动到很多次啊 我都要花一点时间去数它到底动过几次的这种 这种关键价位 这样我才会去特地的把它 label出来 特地的去把它画出来 就是以提醒自己就是这个价格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价位 那其实你的大time frame的这个support resistance呢 你画了呢你就会感觉到 这样其实我小时间的这个time frame其实都不用什么画 因为你已经把那个身体画出来了 现在只是你要去画它的那个区间 就是区间里面更细更细的那个细节 那可能天图的support resistance是这样子 那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又掺杂着更多的support resistance 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可以是一个resistance之外 那这里又可以形成多一个support 那很可能你在这里看到它一次破不到 然后两次破不到三次破不到 OK 所以你就在这里画一个这个support 那你画了这样行情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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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然后你就会你就需要非常关注 接下来这里的这个价位 OK 它上不去了 它反跌回来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这个地方 去开一个做空的仓位 它破不到这个resistance 然后就继续有往下跌 那如果这里你不幸运 你这里你没有接到 这里它太快了 你这里没有接到 但是不用紧 看这里 又给你多一次机会 那行情它走走走走走走走 它反弹回来的时候 它又回到这个resistance这里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又要关注多一次这个价位咯 那这个价位 它你如果看到它没有利 没有利 它又呈现一个没有利 要开始下跌的这个趋势 那你就会在这边去开一个做空的这个场位 你是什么类型的trader 你就交易什么类型的这个time frame 那刚才我是用Bitcoin的图来做示范 那现在的第二个我就用Ethereum 来做多一次示范给大家看 OK 那现在这个Ethereum我们就打开一个小时图 我们就讲解小一点的time frame OK 所以刚才我在Bitcoin讲的是天图4个小时 就是那一些比较大的time frame 那现在呢 我就来讲一个小时跟15分钟 那现在这个呢 是我们Ethereum一个小时图 那这一次呢 我先画 画了过后我给大家猜 到底这个是support 还是resistance 好我现在就画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先从这里开始 那现在这一条线呢 大家猜这个线现在是support 还是resistance 那大家可以先暂停这个影片 好好想一下到底这个是support 还是resistance 等你心中有了那个答案 那你再继续的播放这个影片 然后再看你的答案到底是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 那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揭晓 那现在这个呢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主力点 可以吗 第一题还OK吗 这个是第二个点位 你可以看到它一动到就被强拉 直接跌 来有一个大爆跌 这一条线它到底是支撑点 还是主力点呢 现在为大家揭晓 这个依旧是一个主力点 第三题 那现在这个点呢 这一条线它到底是支撑点 还是主力点呢 那这个是一个支撑点 可以看到吗 它把价格支撑住了 它是一个地板 它把这个价格支撑住了 第四道题到底这条线是支撑点 还是主力点呢 现在来为大家揭晓 我相信来到第四道题 大家应该都猜对了吧 应该都慢慢的熟悉 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到底要怎样去辨认了吧 OK 再来最后一题啊 OK 最后一道题 它是支撑点还是主力点呢 现在就来为大家揭晓 它是一个支撑点啦 你可以看到 虽然它价格没有完全动到 但是它已经非常接近这个价格了 可以看到吗 它依旧还是被这个价格支撑住了 所以这个依旧还是算是勉强成立 它还是算是一个支撑点 那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辨别 这个支撑点跟主力点 那恭喜你啦 那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tradingview 然后去画属于你的support 和resistance 那现在以太坊呢是来到这个 接近来到这个resistance 可以看到吗 3642的这个resistance 那接下来它就有可能来到这里 你看到吗 它这里已经是 算是一次两次了 那接下来如果它再来到这里 那这里就是第三次 那接下来它到底是会跌 还是会一举突破 往上冲 这个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个很清楚 是 那相反的回到Bitcoin Bitcoin呢现在的价格 反而是很接近这个支撑点 看到吗 那如果接下来这个support成立的话呢 它就可能一动到这个support 那你就会看到它来有一个反弹 给你们看一个相似的案例 它在这里上面徘徊徊徊徊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关注接下来这个价位 那你可以看到它一动到这个价位 然后它就随之的来了一个反弹 那接下来这个行情走势 会不会像这个一样 那我们就要多多关注啦 那今天的这个tutorial video 就到这里为止啦 那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你更加的了解 SNR的这个indicator 那如果你接下来有想要看我拍什么tutorial video 的话可以在comment下面留言哦 又或者是你想要看我分析其他的币的这个行情走势 你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赞并且分享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的daily update 还有我的emergency update video 最后祝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交易顺利一起加油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